來 這個 他會出現這種情形 就是說 什麼樣的出現 就這樣 一種黑青 青椒的黑青黑青 其實含有很大的 這種 這個關係 就是說 他還是在 他的一種轉色 譬如說我們知道青椒 青椒是 他的一個 其實他各性色都會變紅 但是紅就是紅 橘色大概都是會 有這種顏色上的問題 所以他會有一個 變成說比較容易 有刪成一個 類似是像這樣 黑青黑青這種的 一種情形之下 這個通常 有最主要 最主要的 有幾種的 這個原因 這個原因 就是說 他本來 本來這種色 這種色素的 這個存在 譬如說你看到 有一些 這個甜椒 事實上 他本來是紫色的 跟橘一樣 跟那個茄子 這種 這個情形 就開始 所以他會出現這種 比較長色 比較不好的 一種 這個 這個 這個現象 所以 我們現在在 種的 這種 這個 顏色 就是說 它的 這個 比較不正常 這在 青椒 裡面 這個 辣椒 辣椒裡面 也有 這種 這種情形 這個就是 轉色的 這種 出現到的 紫色的 這種偏質 我們說的 蠕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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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蠕的 這種 這個情形 這 這個 就是說 在 熱的時候 它的顏色 香蠕 它的 其實在台灣 大概都是 太過頭熱 還是說 比較冷 大概比較冷的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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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程 比較冷的 這個溫度降下來 稍微再降下來 他原來 說奇怪 最近也不說 紐度 後來 怎麼會 會太冷 不是顏色的溫度降的太多了 降一個溫度 暗時稍微降了之後 顏色的轉色就會受到這種影響 所以德索就是在比較容易出現的這個問題 大概就是我們說的黑青黑青 這種情形最主要是這樣 所以就是說在這裏面 收成你要去注意的這個地下 那麼就是說溫度 溫度有時候我們是比較快去控制 那麼另外一個就是說 在他轉色的這個 因為我們不要讓他回顧色 我們做的主要不要讓他回顧過的 氛圓的這種的 黑青黑青的這種色澤 那麼這個含氮肥有很大的關係 就是說我們剛才說到溫度的一個變化 那溫度的這個變化 這會影響到於氮素 照說他如果是溫度高 要濺素吃得更多的這個正常的 現在正常的暗時溫度降下來 他的調整不下來了 所以就比較容易有一個問題 這和土壤裡面殘存的氮肥量 有些這些原因 當然這裡還有一個 我們非常注意到 非常注意到就是這個品種的 一個品種的這個因素 品種的這個因素 因為有的品種 他本來就對這個溫度比較敏感 就比較容易刪成一種的這個問題 所以這可能要稍微給他注意一下 這個大概是一種的這個情形 那麼另外一個就是說 德索這種就是一個溫度 這些特別特別青焦 都含溫度有很大的這個關係 那麼一般來說就是說 如果是差不多20度以下 或是差不多20度左右的溫度 有時候他就比較容易有一個 這個發青素的產生 發青素產生的時候 他就變成紙斑造出來 所以這個變成是我們 不需要讓他造這個顏色出來 所以大體上是這種的這個情形 那另外一個就是說 你要稍微注意一下 是不是這種病害的這個問題 因為這個看起來 應該不是病害的這個問題 這個純粹的 就是說這個 鄉鄉這種的一個降溫 去造型到他的一個顏色上 顏色上的那個發青素的這個產生 那麼這種情形要怎麼來 這個處理這個動作呢 這個動作呢 就是說在這個 我們知道有 有一半天的溫度 會比較多一點點 你就這個夾跟蛋 因為你完全提高蛋的 沒辦法 你夾跟蛋的稍微補充一下 那麼他的顏色呢 就不會降的那麼快 特別說 比較不會去 走那個 吃鴨就走那個黑色出來 所以 你可以在這個藥裡面 藍一些硝酸鹼 不過 如果不是說量很大 大概很難 這有時候和品種 有很大的一個管理 很難去改變它 那麼 我們在這種轉色 還是要稍微注意一下 因為你如果是蛋肥 太多管也不行 尤其這個 鞍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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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鞍 還是什麼 但是那些都是通常 你會看到怎樣 不過你這個沒有看到 這個 還有什麼 很明顯的一個 這個伯伴 這種呢 這純粹是一個 這種 生理障礙 那麼 稍微注意 蛋和夾 尤其稍微夾給它 稍微再高一點點 那麼 一般來說 這些問題 可以得到 很好的改善 提供 讓你稍微做一個 參考 大體上 你若是稍微注意一下 那麼一般 就比較沒有這部分的 這個問題 那麼這讓你稍微做一個參考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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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